现在我们要去准备一个wordpress网站 如果你想把它作为微信小程序的后端应用 这个wordpress必须已经发布到了互联网上 因为只有这样小程序才能够正常去访问到网站提供的服务接口 如果你想使用本地开发环境上面的wordpress网站 去作为小程序的后端应用 我们可以去准备一台服务器 然后在本地与服务器之间使用ssh去打一个通道 在wordpress开发环境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介绍了在本地搭建一个wordpress网站运行环境的方法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在这个课程里面搭建的wordpress网站 来作为小程序的后端应用 另外我已经配置好了一台自己的服务器 可以去打一个通道 我们在在互联网访问本地开发环境这个课程里面 详细的介绍了这种方法